我要跟你說一聲抱歉 今天我先拿走 堪稱黃金世代組合的 市官長楊敬明 還有野獸林志杰 神仙打架經典對決 將成為絕響 因為楊敬明爆出私訊女球迷 發生婚外情的醜聞 宣布要放棄一切 楊敬明18號深夜發文 坦承做錯了 除了道歉 讓球迷球團公會失望了 更拋出震撼 但表示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反省改過回歸家庭 因此要跟球迷說再見了 將會離開球場 卸下球員工會理事長職務 最後一句再次致歉 對不起我錯了 更說會想念籃球 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畢竟自己年紀也到 可能在一兩年 也可能也就要退休了 冠軍賽前的媒體日 才說差不多到了退休年紀 只是萬萬沒想到 是因為不倫戀爆發而隱退 新北國王則發聲明表示 楊敬敏深刻反省自請離隊 球隊理念以家庭為優先順位 絕不寬容違背家庭道德事件 Plus League聯盟執行長陳建舟也說 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身為公眾人物 球員有責任要維持著得來不亦舞台 其實這部分我們就沒有打擾他 就是先讓他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出一彎 然後因為我們也不方便多說什麼 就是盡管欺騙嘛 正巧是亞運男籃培訓隊媒體日 楊敬敏突然離隊 同為隊友的李凱燕不願多談 只是39歲的楊敬敏 不僅是國王隊史首度打進冠軍賽的重要功臣 更連兩屆奪下聯盟年度MVP 因為婚外情形象嚴重受損 離開二十年的籃球生涯 特別的新聞將名和李延志就算 SNG小組台北報導